2021年的美国匹兹堡 刺耳的警笛声响彻夜空 只见一个男人慌慌张张地逃上足球场顶部 他对于一旁探员的善意劝阻并未理睬 反而纵身一跃 跳进面前河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人又为什么被逼上绝路 大家好 我是探长 欢迎回到胡影档案局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翻阅这部 以海马王杰森莫马为主角的档案 甜心女孩 几年前 库珀还是一个幸福的男人 他在一家搏级俱乐部担任教练 有着美丽的妻子和董事的女儿 但天又不测风云 妻子突然被诊断出癌症 昂贵的医疗费让库珀捡见肘 好在他们从未想过放弃 在女儿瑞秋生日这天 母亲送给她一个玩偶 取名帕洛马 这小小的惊喜让瑞秋极为感动 而医生送来消息 更是让他们一家欣喜若狂 医药公司研制出一种治疗癌症的神药 目前已经到最后的审核阶段 过不了多久便能面试 妻子终于有救了 库珀只觉压在胸口的石头突然消失 她抱紧女儿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希望 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妻子的状态越来越差 可那神药却再无音讯 心中焦急的库珀找到医生 却看到对方面露苦涩 原来是药公司为了利益 暗中收买生产商 要求药物无限期推迟上市 这个消息让库珀的心瞬间坠落谷底 可怕的不是没有希望 而是明明有希望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变成绝望 更可气的是 制药公司的CEO西蒙 此刻正坐在摄像机前 与希望推动神药上市的参议员侃侃而谈 参议员指出神药的成本只有4美元 这点就是西蒙推迟上市的真正原因 对此西蒙没有否认 他声称尽管神药成本很小 但背后的研发却极为高昂 所以为了公司利益 只能无奈推迟上市 可这番话在库珀听来无比刺耳 难道就是为了所谓的利益 我的妻子就要在明明有希望的情况下 白白死去吗 库珀心中的愤怒愈演愈烈 他拨通电视台电话 怒斥西蒙的冷血与贪婪 警告他如果自己妻子死去 那他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番话正被身后的瑞秋听到 却对眼下的情况毫无帮助 看着形如枯稿的妻子 库珀明白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瑞秋同样清楚这一点 他靠在母亲怀中 哽咽着唱起他们最爱的歌曲 直至母亲闭上双眼 再也没了呼吸 这一幕令库珀肝肠寸断 他强忍快要异处的悲伤 不愿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失态 可无论到哪里都无处躲避 最终 库珀只能蜷缩在走廊内 他痛哭 他哀嚎 他不顾一切的嘶吼 只想回到曾经幸福的时光 但这却随着妻子的离世彻底消散 六个月后 时间没有冲淡库珀心中的愤怒 反而让其愈发坚实 可他身为一个普通人 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推动药物上市的政客投票 就在库珀苦恼间 他梦寐以求的机会悄然降临 这天一通电话突然打来 对方声称是杂志社的记者 正在调查制药公司 他曾在电视上看到库珀与西蒙的对话 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 但这件事太过敏感 二人必须见面详谈 记者的话正中库珀心窝 他做梦都想为妻子讨回公道 在嘱咐瑞秋等自己回来后 库珀火急火燎地朝约定地点赶去 可他却低估了女儿的执着 刚一出发 瑞秋便悄悄跟了上去 对此毫无察觉的库珀跟随记者的指引 在一列地铁上与其碰面 记者告诉他 自己已经掌握西蒙犯罪的证据 但这件事背后还存在政界巨头 单品手中的证据根本无法将其扳倒 所以他准备将库珀的经历报道出来 利用社会舆论来提高成功的可能 然而就在记者专注讲述的同时 一个头戴鸭绳帽的男人突然起身 快步上前抽出利刃 眨眼间刺入他的体内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库珀大惊 他急忙追上杀手将其拦下 而眼看父亲遇险 躲起来的瑞秋也惊叫出声 但此刻的库珀根本无暇他顾 摆开架势与杀手缠斗在一起 二人在狭窄的车厢内拼命扭打 库珀抱着杀手的脑袋 砰的一声将其撞在玻璃上 可杀手同样不是吃素的 反应过来后 一记肘击加勾拳 将库珀打退数米 见父亲陷入劣势 后方的瑞秋再也坐不住了 可他更不可能是杀手的对手 一个过肩摔便被丢了出去 好在库珀已经缓过来 不断地吸撞 不断地挥拳 伴随着砰砰砰的声响 杀手终于被打倒在地 欣喜女儿的库珀来不及捕刀 快步冲到瑞秋身旁 然而下一刻 杀手再度袭来 杨起立刃 扑的一声刺激库珀体内 抬起脚将他踹出车厢 随着列车启动 杀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瑞秋也缓缓醒了过来 一时模糊间 他只看到父亲不断开口 却听不清任何一个字眼 转眼又过去两年 如今的瑞秋已经18岁 他的拳击技术练得炉火春青 但愤怒却再也挥之不去 甚至会在训练时 对同伴下死守 而家中的事物也越来越破旧 可妇女二人却对此置若罔闻 这段时间 库珀一直在搜集 关于西蒙的信息 他要搞清楚 那杀手究竟受谁所顾 记者又是因何而死 而今晚便有个绝佳的机会 西蒙要在当地举办一场慈善拍卖会 入夜 库珀从拍卖会后门悄悄溜进 路过一排女服务员工作服时 他顺手拿下一件 又在卫生间挂上暂停使用的牌子 做完这些 库珀扮作服务员 故意把酒撒在西蒙身上 让他不得不离席清理 而这正是库珀的记错 等西蒙赶去楼下卫生间时 他手持灭火器悄然登场 直接喷出干粉遮挡视线 趁乱将一名保镖打倒 紧接着 撞开大门挟持西蒙 说出自己两年前的那番警告 并质问其 为什么要派人杀害记者 然而西蒙听到这话 却一脸茫然 他告诉库珀 自己只是个提线木偶 公司真正的老大 是董事长维诺德 所有决策 都是他批准的 库珀没想到 自己竟找错了复仇目标 一时间愣在原地 就在这时 刚才被他撞倒的保镖突然起身 抱着他冲进一旁电梯 二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西蒙见状也想参与 却被库珀一拳打中要害 缠斗间 库珀用力撞翻保镖 拉下电梯门 哐的一声砸在他身上 转过头正看到西蒙就要取枪 库珀奋力冲上前 抢夺中手枪意外走火 砰的一声 像刚起身的保镖击毙 故身一人的西蒙还想反抗 被库珀拿过塑料布 蒙在脸上 随着他双手不断发力 西蒙最终停止了呼吸 等平复过心神 库珀跌跌撞撞地返回家中 他将玩偶帕洛马丢给瑞秋 告诉他快点收拾东西 看着父亲手上的鲜血 瑞秋明白 他们要开始逃亡了 不久后 警方与FBI赶到拍卖会 他们从被打晕的保镖口中得知 凶手在行凶前曾告诉西蒙 要让他体会他经历的痛苦 这番话顿时让探员米克有了眉目 他果断命人调查 最近几年西蒙受到过的死亡威胁 很快便查到库珀 并且昨晚监控拍到 库珀的车曾出现在拍卖会附近 米克当即下令对其展开抓捕 与此同时 库珀正带着女儿朝多伦多逃去 路上他想方设法活跃气氛 但瑞秋始终欲语寡欢 他无法接受 意志尊重的父亲成为凶手 汽车在这沉默的气氛中不断行驶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汽车车牌已经被监控拍下 当天夜里 妇女二人住进一家汽车旅馆 趁着库珀收拾房间的功夫 瑞秋暗中拨通FBI的电话 他告诉米克 西蒙的死完全是旧由自取 自己的父亲是个正直的好人 然而米克听完后 并没有询问库珀的情况 反而关心起瑞秋的安危 他让瑞秋去便利店买台一次性手机 并说出自己的电话号码 这反常的举动让瑞秋不知所措 期望挂断电话返回房间 此时 库珀仍在小心布置 他将铃铛挂在走廊大门 而后趴在地上沉沉睡去 四日清晨 两名杀手摸进旅馆 其中一人无意碰到铃铛 清脆之声瞬间将库珀惊醒 他急忙叫起熟睡的瑞秋 二人捏手捏脚地向外溜去 等杀手觉察到不对追来 库珀躲在门后猛地偷袭 与其滚落楼梯扭打起来 混乱中杀手不断开枪 子弹嗖嗖嗖四处乱射 但在这近距离搏杀中 长枪反而成了累赘 库珀抓住机会 用枪绳勒住杀手脖子 飞神翻下楼梯将其解决 可等他想返回房间 却正撞上另一名杀手 库珀见识不妙 拔腿便跑 来到楼上取出交房斧 大步狂奔 现一步躲进屋里 等杀手追来 他手持力俯从衣橱杀出 拼尽全力以命相搏 枪持间二人撞破窗户 砰的一声砸在车上 最终 库珀躲过杀手的武器 扣动扳机带走他的性命 此刻大雪纷纷落下 库珀抬头看到不远处的瑞秋 他从杀手身上搜出手机和弹匣 一拳一拐地朝女儿走去 就在妇女二人继续逃亡的同时 米克与搭档已经来到他们曾经的家 在这里发现满满一墙的西蒙信息 这一幕让米克心中大惊 同时也坚定了他的猜想 但逃亡中的库珀却改变了主意 他已经明白自己被人盯上 如果逃走 下辈子都将活在恐惧之中 眼下只有解决问题才是唯一的办法 库珀将车停在野外 翻看起杀手的手机 发现里面全是和维诺德的通话记录 同时还带有维诺德被警方调查的新闻 看来他就是指派杀手之人 库珀决定去找维诺德 给这件事做个了断 他砍倒树干 用警示牌挡上隧道 找来一堆钉子掰弯 又拿出手枪试射 以被不失秩序 但随着几发子弹打出 结果显然不尽如人意 可即便如此 库珀仍决心复仇 眼看父亲一意故行 瑞秋只好再度联系上米克 将自己眼下的困境说了出来 可米克却画风一转 询问起瑞秋的母亲 母亲是瑞秋心中最后一块净土 每每回忆都会露出幸福的笑容 而后他又给米克讲起帕罗马的故事 那是母亲最后的爱 听着听筒内哽咽的声音 米克连声提醒瑞秋要控制自己 在她的帮助下 瑞秋的情绪逐渐稳定 可他却仍无法劝说父亲放弃复仇 只能坐进车里 坚决表示要和他在一起 对此库珀颇为无奈 可他终究还是拗不过女儿 只能带着瑞秋一同复仇 二人趁着夜色来到维诺德豪宅外 等待期间忽然出现一辆可疑汽车 直觉告诉库珀对方不怀好意 但眼下维诺德已经现身 他也没工夫管这些 随着维诺德等人出发 库珀发动车子迅速跟上 他早已在路上设下机关 头车被钉子扎爆车胎停在半路 库珀则抢先一步来到隧道外 撤走拦路的警示牌 将车熄火静静等待 不久后 维诺德出现 两辆车没有犹豫使进隧道 却被横在前方的树干栏下 见此情景 维诺德敏锐觉察到不对 急忙下令倒车 但库珀早已等候多时 驾驶铲车狠狠将尾车铲翻 维诺德见状大惊失色 颤抖着声音让司机冲出隧道 但车子却被粗壮的树干卡住 与此同时 之前那辆可疑的汽车再度出现 眼看维诺德走投无路 杀手举起线弹枪步步逼近 扣动扳机射出爆炸弹 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整辆车瞬间化作一团火球 不过维诺德已经见识不妙向后逃去 但库珀早已等在后方 他趁乱将惊慌失措的维诺德打倒 举枪逼问他都有哪些同党 但维诺德却咬死不说 只是告诉库珀 那些未高权重之人 会追杀一个失去双亲的女孩 这番话让库珀勃然大怒 可他正想继续逼问 只听砰的一道枪声响起 维诺德瞬间便失去性命 转头看去正是那追来的杀手 眼看他还要追击 库珀起身大步狂奔 钻进车里带着瑞秋迅速逃离 杀手尖撞 举枪打包车胎 却也只能无奈看着他们消失在黑暗中 死里逃生的库珀将车停在树林 他怒斥瑞秋为什么不能听话 但瑞秋已经认出 那正是之前杀害记者的杀手 现在他们没时间生气 必须尽快逃离 妇女二人一路来到小镇 库珀偷来一辆拖车就要离开 却在行驶间看到杀手驾驶的车子 停在餐厅外 为了搞清楚幕后黑手是谁 库珀带着瑞秋走进餐厅 碰巧此时有几名警员正在吃饭 这让他心里安稳了不少 库珀来到杀手身旁 给了他三个选项 一时他向警察表明二人身份 大不了同归于尽 二时自己现在离开四处躲藏 那样将耗费二人一生的精力 三时杀手说出背后雇主的身份 自己一定会找去复仇 当时他也可以完成任务 这对于追求效率的杀手来说 并不难选择 在权衡利弊后 他告诉库珀 自己受雇为参议员抹去所有不利因素 就是那个曾在电视上 与西蒙争论的参议员 这番方让库珀很是震惊 但既然已经得到想要的信息 他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可就在二人离开时 杀手突然叫住瑞秋 告诉他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 瑞秋对这没头没尾的话 很是疑惑 但眼下已经没时间思考这些 妇女二人隔天便驾车 朝匹兹堡赶去 然而FBI已经找到 库珀丢在林中的汽车 并且也得知 拖车被偷的消息 米克将二者结合 当即下令 让人注意监控寻找拖车 夜幕降临 库珀与瑞秋终于返回匹兹堡 可他们刚进城就被监控拍到 A时间全城警力倾巢尝二出 直升机很快便将二人锁定 库珀见状 猛踩油门企图逃脱 却在慌不择路间冲上大桥 眼看前后都被警方堵截 库珀只好下车夺路而逃 他大步狂奔 跑进桥边的足球场 最终在顶部被警方包围 此时米克终于气喘吁吁地赶来 看着走投无路的库珀 米克不断开口劝阻 他提起二人曾说过话 提起库珀是个好人 够是提起帕洛马 但这些明明是瑞秋告诉米克的话 他为什么要在库珀面前提起 随着库珀的双眼逐渐失焦 故事突然迎来惊天反转 原来 库珀早已在地铁站失去生命 往后的一切全是瑞秋的幻想 他无法接受父亲的离世 逐渐开始人格分裂 杀西蒙斩杀手 树林炼枪 逼问维诺德 包括与杀手正面博弈 这些全都是瑞秋做的 米克的话语将瑞秋带回现实 突如其来的真相让他不可置信 一瞬间 只觉大脑一团乱麻 不知所措下 瑞秋选择了逃避 他纵身一跃 跳进前方河流 本想就这么结束自己的生命 却还是被FBI救了上来 正当米克准备送瑞秋去医院时 瑞秋竟奇迹般醒了过来 复仇的执念驱使着他拿过剪刀 猛地抱起 将米克等人打翻 二号争强起方向盘 最终救护车带着耀眼的火星 倒在路上 瑞秋则打破挡风玻璃 在米克的注视下 消失在了钢铁丛林 不知跑了多久 瑞秋无力地蜷缩在长椅上 哼唱着母亲最爱的歌曲 此刻他多么希望能依偎在父亲怀中 但米克的话语已经让他明白 这些全都是假的 他在世上只剩孤身一人 悲伤逐渐被仇恨取代 瑞秋决定 让真正的幕后黑手付出代价 隔天夜里 他潜入市政厅 来到参议员办公室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 相框中突然出现人影 反应过来的瑞秋 转身一脚踢开杀手 他清楚 如果二人硬碰硬 自己绝对不可能是对手 便撞碎玻璃 来到楼外的脚手下 准备借助复杂的地形反败为胜 此时参议员终于出现 他与杀手在走廊擦肩而过 二人没有说话 一切尽在不言中 追出来的杀手 听到头顶响起脚步声 举起武器不断扣动扳机 等时机成熟 便想爬上去查看情况 却不料知正是瑞秋的计策 他脱下外套 守在梯子上方 等杀手露面 猛地套上 成功打掉了武器 可他自己也被拽下 伴随着杀手亮出利刃 二人在水池中展开最后的搏杀 花花的水声与瑞秋的怒吼声 接连响起 他凭着滔天恨意疯狂进攻 可那毫无章法的攻势 很快便被杀手找到破绽 他将瑞秋拽进水池 死死压下 随着杀手逐渐发力 瑞秋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 他的嘴里不断咕咕冒出气泡 却再也没有力气握紧匕首 就在瑞秋一时模糊之际 耳边突然响起父亲的声音 告诉他起来 告诉他不能放弃 一瞬间 瑞秋仿佛打了肾上腺素 他张开嘴怒声咆哮 瞬间便将杀手压在身下 攥着利刃 带着满腔仇恨 一下下狠狠刺去 直至水被鲜血染红 直至杀手彻底没了呼吸 这一刻 瑞秋终于为父亲报了仇 可他却没有停留 因为还要为母亲讨个公道 瑞秋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餐饮员办公室 然而看着他脸上的杀意 参议员却丝毫不慌 他提醒瑞秋 即便警察来了 他们又会相信谁呢 是参议员还是一个杀人狂 说完这些 参议员又露出虚伪的笑容 表示只要瑞秋离开 自己就会抹出他曾犯下的错误 但瑞秋早已不再相信 这可笑的谎言 他碰的一脚将参议员踹退 两出利刃抵在其脖子上 怒声质问他 是不是和西蒙等人一伙的 感受着脖子上心气的冰冷 参议员彻底慌了 他承认自己收了贿赂 承认自己雇佣杀手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政治说到底就是拼的财富 只有钱多的人才能坐上高位 看着参议员洋洋得意的面孔 瑞秋恨不得当场就将其斩杀 但在最后一刻 他却停了下来 因为这还不够 瑞秋已经将参议员刚才的话语录下 他要让这个恶魔身败名裂 次日清晨 瑞秋将昨晚的录音发给FBI 清晰的话语让米克等人目瞪口呆 当即便将参议员捉拿归案 这件事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一时间各大媒体争相讨论 而瑞秋则坐上离开的航班 他已经完成了复仇 即将飞向新的生活 《甜心女孩》是上映于2021年的动作电影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片的话 探长认为角色三颗星 相信有不少小伙伴是因为杰森莫玛才观看的本片 而他的演技也是一如既往的精湛 将一个粗犷却又不失细腻的父亲演绎得淋漓尽致 动索三星半 片中的打斗基本没有花哨的招式 完全是拳拳倒入的硬碰硬 这点让人看了很是过瘾 剧情三颗星 抛去本片复仇的主基调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后期的惊天反转 就连探长我第一次看时也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但成也反转败也反转 导演只想做到出其不意 却忽略了现实逻辑 一个刚失去双亲保护的小女孩 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年间练出顶级功夫 魔就缜密心思 更是对上职业杀手都毫不逊色 这点算得上是本片最大的bug 不知道小伙伴们认为这样的反转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探长也一定会建立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